2024年7月13号又将成为被载入史册的一天 美国多家主流媒体集体刊登突发新闻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天下午 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的 竞选集会现场发生枪击事件 特朗普作为集会中心 疑似被击中并且耳朵飙雪 从现场传回的图片可见 半张脸部被鲜血染红 目前来自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最新声明表示 竞选集会上发生枪击事件 特朗普感谢执法部门和急救人员迅速采取行动 他目前情况良好 正在当地一家医疗机构接受检查 社交媒体上公布的视频显示 事发时特朗普被特勤局人员团团围住 他被紧急护送离开现场 头部右侧有血迹 并向人群挥舞拳动 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传回的完整视频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小时期的小时期 这小时期的小时期 如果你想看什么 体验 看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行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 特朗普正在激情澎湃的演讲时 现场突然传出砰砰枪响 随即特朗普捂住了自己的诱饵 愣身几秒钟后立刻蹲下隐藏 现场观众也开始骚动 与此同时负责安保的特勤人员 将特朗普层层围住 核枪实弹的特勤与特工 负责特朗普的外围工作 同时寻找枪手 半分钟后 特朗普在特勤人员里三层外三层的保护下 离开现场 于此期间举手挥舞拳头 向现场观众致敬 同时嘴中一次喊着Fight即战斗的口号 引发全场观众的喝彩 随后走下舞台 乘坐现场的黑色雪佛兰SUV离开 根据现场特工的回忆 他们在冲向特朗普之前 听到了一连串巨大的爆炸声和巨响 集会现场的观众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我们听到了一堆巨大的爆裂声 一开始我以为那是烟花吗 但突然间每个人都开始尖叫 大家才意识到是枪击 据巴特勒县地方检察官里莎德 格尔丁格称 特朗普应该不会有事 但现场有名观众情况危急 据悉这名观众已被宣告死亡 同时枪手也被公布死亡 但目前尚且无法确定是死于自杀 还是在现场被他人射杀 白宫在事发后的一份声明中说 拜登总统已听取有关这一事件的汇报 据了解 目前拜登竞选团队已经宣布 暂停所有拜登接下来的外出活动 并且将要在第一时间撤下 所有的电视竞选广告 拜登表示 他对前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 集会上发生的枪击事件 是否是暗杀未遂 有自己的看法 但他没有足够的事实来发表评论 他对媒体说 我知道的还不够多 我有自己的看法 但我没有任何事实 拜登还表示 他很高兴得知自己的竞选对手 特朗普安然无恙 并说 我正在为他和他的家人 以及所有参加集会的人祈祷 并且拜登还宣称 他正在计划与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 副总统卡瓦拉·哈尔斯 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及家人 也在为特朗普和其家人 以及所有在这次毫无意义的枪击事件中 受伤和受到影响的人祈祷 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对特朗普遇袭发出谴责 他说 我们的民主制度绝对不允许政治暴力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我们都应该为前总统特朗普 没有受重伤而感到欣慰 并利用这一时刻 重新致力于政治上的文明和尊重 米歇尔和我祝福他早日康复 与此同时 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前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在枪击事件后 也发表联合声明 他们说 美国不应该有暴力 尤其是在我们的政治竞争中 希拉里和我都庆幸 特朗普总统平安无事 为今天在宾夕法尼加州 集会上受到袭击的所有人感到心碎 也感谢美国特勤局的迅速行动 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位于 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枪击案现场 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随着调查的推进 FBI将与美国特勤局合作展开调查 我们也将会为大家持续关注 后续的调查报告 请关注iTalk BBTV 知晓特朗普遇刺的第一手消息 虽然我们尚且不知凶手是谁 背景如何 但不得不承认 这场突如其来的枪击事件 或许将成为美国2024大选的一个转折点 死里逃生的特朗普 是否会在11月到来的竞选中 直接被保送白宫呢 欢迎大家说出自己的看法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